所以你剛剛講 其實最快的方法是Ctrl C、Ctrl V 再做個按鈕就可以啟動了 第二個方法是 這個什麼工作部 其實或者叫活業部 英文名稱就是一個物件 叫workbooks 有沒有workbooks 那就是work工作部 所以用物件的名稱翻譯過來 就工作部 那怎麼樣當你的那個 所以以後呢 假如說你希望 某一個程序 是當你Excel打開了時候 就被自動執行 那你就寫在這個位置就好了 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專案 專案下面呢 預設會有 至少會有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指的就是 名稱告訴你 this workbook 指的是什麼 這個工作表 它就是把它當一個物件 來處理 那這個物件裡面 會牽涉到什麼呢 當某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處理什麼事情 所以這裡物件 我前面講過了 你了解物件 至少要了解屬性跟方法 再來呢 如果說你需要做一些 可能什麼時候 觸發某一個 觸發的時間點 而去執行某個程序的話 那你可能要了解第三個 就是事件 不過事件的話呢 當然是需要有可能像 處理表單的時候 或者是說呢 程式啟動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需要用到 那怎麼去處理它 第一個 第一個 點它兩下 第二個 找到事件的名稱 跟怎樣 找到 左邊是 物件的名稱 叫workbook 右邊的話 是事件的名 就是事件 事件的話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當發生什麼事情 那預設的是open 不過剛好就是我們要的 當然除了open之外 還有別的 比如說什麼呢 像什麼window resize 看得懂嗎 就是當什麼 視窗被改變的時候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點了這個 它會給你一個什麼sub sub頭 and sub 所以你把程式寫在中間就好了 那我們要的 其實主要是 就是當這個workbook被open的時候 做什麼事呢 很簡單 當它被打開的時候 我就怎麼樣 home.show 你就把它打一個home.show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當這個工作簿打開的時候 那它自動會把什麼 表單先叫起來 當然另外 我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 在這裡面的話 它其他還有像一些 activate等等的這些 不過不見得你會用到 因為經常最常用到的還是什麼 還是open 其他的話導致用的比較少 好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先 我把它另存好了 不然到時候 找不到位置 我把它存在 存在哪裡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了 也許這個地方 假設問題 存在桌面上 它問你說 要不要儲存沒有聚集的活躍布 千萬不要按4 否則剛剛你的程式都不見了 按4 選那個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儲存一下 先關一下 那我們來試一下 它會不會真的幫我把那個表單給打開 打開了 這個時候要啟用內容 跳出來 OK 所以特別重要啟用內容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 給其他人使用的時候 假設你不希望說還要什麼啟用內容 你可能在聚集安全性裡面 要再設定什麼 啟用所有的聚集 如果你啟用所有聚集的話 再打開 它就直接跳 OK 所以聚集安全性 假如說你覺得太麻煩 它還要再去點那個啟用內容的話 那你可以再到什麼 聚集安全性裡面 把它改成啟用所有聚集 OK 不過預設是這樣 停用所有 但是會事先通知 你要點下去 它才會顯示出來 OK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就可以啟動了 啟動完之後 再來我們會需要處理接下來的動作 首先需要處理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啟動了 可是性別裡面下拉清單沒有東西啊 那我要怎麼樣 在下拉清單裡面放資料進去 什麼時候放呢 OK 要特別注意 放的時間點 這個也牽涉到一個所謂的事件 當什麼事件呢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那我就幫我 塞 男跟女 放在下拉清單裡面 那這個敘述 特別注意 我們一樣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表單喔 特別要表單空白處點兩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一樣會有User Phone 表示是一個物件 那我剛剛點的是表單 Click有沒有 所以它會跳出Click四鍵 所以如果你把程序寫在這裡 就是Click的時候就會下拉清單 但是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應該是 當表單啟動 所以啟動喔 你就要怎樣 點程序 哪一個是啟動呢 其實喔 兩個地方都可以 它應該可以猜出來 哪一個比較像啟動呢 對這個有沒有 activate 另外有一個叫 Initialize Initialize是初始化 OK 當初始化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它會這樣 我印象中是先初始化 在activate 都會是在表單啟動的時候會觸發 而我的習慣是寫在第一個啦 activate 所以當表單activate的時候 那這個把它delete掉 好 那特別注意 程式寫在這個表單裡面 不是寫在模組裡面 才寫在這裡 那寫什麼呢 因為表單裡面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買低 那買低裡面 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它有個方法 叫add item 那add item空一格裡面 後面你可以跟它講說 你要放什麼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我啟動表單的時候 在買低的時候 點一下喔 這邊第一個有沒有 方法就叫add item add item顧名思義嘛 就是增加項目 什麼項目呢 它後面會跳出這個 其實你就給它一個雙一套 就是給它什麼 給它男 ok 放在這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 一樣是add item 就再新增第二個 這個是女 好寫完了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反正這都直覺的啦 這不用背的 所以你只要了解 它那個邏輯 以後你就照那個邏輯去設計就好了 ok 這個東西不是背的 我也不用去背它 反正我要什麼 我自己 就透過這種邏輯 我就知道 應該把程式撰寫到哪裡 有的時候 即便你不知道有這個方法 其實有時候用拆 它有時候也很好拆 而且它其實缺點 當然差別是說它是英文的而已啦 它沒有用中文 那其實可是都拆得出來嘛 點下去它就是add item 它會自動幫你新增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寫完之後 一樣啟動表單 有沒有出現 就這麼簡單 甚至那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 如果這個好像寫死的 不過還好男女這個應該不會變吧 不會 不過現在好像有那種 最近好像有一個官員 而且還上了國際媒體 有沒有就是那個 全世界第一個中性的官員 各位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嗎 對 好像有什麼 唐鳳 他真的看不太出來性別 不過他也有他自己的選擇 那當然如果說未來可能是內政 之前內政部來想說 是不是要取消性別那一欄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真的你走在路上 你還真的看不出來他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有時候你叫他先生 好像也不對 叫小姐好像也不對 OK 反正 如果說有第三個性別 那當然你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將來不要寫固定了 我就是自己去什麼 某一個位置去抓資料 幫我塞進來 那我就可以去維護那個範圍就好了 比如說我可以怎麼樣 假如說我寫在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舉例來說 放在一個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一個性別 性別的話呢 男 女 OK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辦法乾脆 我啟動的時候 去抓這邊的 抓這邊的那個資料 放進來 我不要寫固定的 如果是這樣的寫的話 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當然我們的做法 一樣是Add Item 不過呢 我要知道說 在哪一個 其實最好是哪一個工作表 問題01的工作表 裡面的 那個Sales Z底下 把它全部抓 所以我寫法 我可以把這邊 先註解一下 這邊的話 可以把這個這兩行當 當成註解 註解 註解是 把它拉下來 我喜歡放在這邊 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那把這個註解一下 這兩行就註解 它不會刪掉 那你可以怎麼寫呢 for i 等於 可能第二列 到 到第三列好了 當然這個數字 現在也可以 也可以向下去抓 NAS 那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一樣是什麼 MID.Add Item 那這個來源的話 就是放在哪裡呢 當然 現在只有一個訓詞 就不用加 就Sales 第i列的 第哪一欄呢 Z欄 對 去幫我抓 這樣也可以 它就會先跑2 就是Z2 抓到難 NAS 變3 Z3 Add Item 這樣寫法也OK 那我們來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執行 下拉 有男女 那這個的好處是說 如果未來 剛好那個 可能通過了 就是說 這邊就是多一個欄位 中性 那你當然執行的話 要把這三個一起抓過去 那你可以怎樣 把那個 這邊有沒有 3 改成什麼呢 用那個Range 去 我從那個Z1 好了 向下去追蹤 點End 前刮弧 向下追蹤 點Row 就是 它會自動去抓到 那個Z1 最下面是 哪一個列 如果有增加 所以這個方法很好用 以後如果你要在表單裡面 自動去撈 你工作表裡面 某一個範圍 就這樣子寫就好了 它一啟動 它就 如果有好幾個下拉清單 那你就寫好幾個回圈就好了 它就會一次 通通幫你把它下拉 那其實 如果你希望使用者 更減少錯誤的話 你最好給他用下拉清單 讓他用選的 為什麼 因為他選的 就不容易亂打 對不對 所以用選的就 比較不會有錯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我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向下 有沒有 男女中性 所以如果你還有一個 它自動全部加進來 這樣子的話 你也好維護嘛 對不對 一啟動起來 它也會去變更 這樣不是感覺還蠻方便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 假如 當然寫死的是 add item 如果要寫 不是死的 你可以在你的工作表的某一欄 然後寫 我剛剛寫這個回圈 可以讓它加進來 這個程式我看一下 基本上 啟動表單 剛剛講的 這個是寫固定的 所以這個固定的話 我把這個再稍微放大一些些 這字有點太小 add item 然後再來就是說 放在z的部分 我寫的方法 就是類似像這樣 一模一樣 程式在這裡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表單的應用 其實只要你懂得那個訣竅的話 真的還蠻多地方可以使用的 所以只要牽涉到那個輸入 資料的這相關問題 其實我覺得 都蠻有必要可以用表單來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 工作裡面有太多地方可以用表單 那不過表單輸入之後 就牽涉到接下衍生性的問題 資料怎麼放到Excel 資料再來 資料怎麼放到資料庫 OK 然後資料庫怎麼跨很多的這個電腦 可以互相連線 諸如此類的相關問題 那當然我們也會一個一個慢慢的 提供各位一些 我覺得比較好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 盡可能又不是太複雜的方案 而且盡量是簡單好處理的 而且任何電腦都可以跑的 不會有什麼 這個電腦可以用 那一台電腦不能用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我們會再慢慢跟各位做這相關的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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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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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